我最近还听到另外一个新闻呢 要说胁迫这两次用在这则新闻上 那么这则新闻的一个施害者 就可以地地道道称这位畜生 这个就是河南 儿童慈善互助基金会 一位负责人叫雷克 他因为手里掌握着这些慈善基金 比方有的孩子 他生命面临着即将终结 需要这钱来救命 家里又拿出这钱 所以向儿子会求助 求助这过程当中 管着发放慈善基金这个人 就利用这个权利 要求换儿的母亲赔他睡觉 你赔我睡觉我就给你钱 不赔就不给你 赔一次给多少 赔两次给多少 这就变成了一次活生生的交易 你说这个事情出现以后 网上很多人就骂这个人是畜生 我觉得畜生两次都等于是误了畜生 就实在是不像话这种事情 这种难道监管也不行吗 就加大力度和监管力度 他就是说明我们的慈善过程当中 对慈善的监管是去有问题的 你这么想 当年一个郭敏伟时间 能让红日会现在 说整个半年才捐上了一万多块钱 这说明什么问题 就工薪力一旦要坍塌了 他再想浮起来特别难 我就想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那么这个儿子会都有相当长时间 是蒙羞的 很多人不再会去相信的 而且这件事情你就想 我突然就觉得最近发生的很多新闻都类似 比方说那个买卖尸体的事件 比方说罐装油的事件 不洗那个罐子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 经常出现什么情况 各种新闻 它无限制的看到你的底线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底线到底在哪 道德底线到底在什么地方 你现在几乎踏不着边 你以为这个事发生 这样都已经是人性的沦丧了 居然还有一个事 远远超乎出你的想象了 就是只是以前没曝光 就是说这些事情 我们的社会底线到底在哪 为什么道德沦丧到这个程度 就我听到二次会这个事情之后 就这种气氛已经不能说用情绪来表达了 这个雷克呢 他是一手掌握着募捐 募捐也是他 在整个华中区河南区 募捐也是他 这个实施捐款的这个权利也在他 等于说是一肩挑 你看刚才我们说 这个教授对这个女孩 可能是他存在着胁迫呀 而且还有一些欺骗 这种性侵发生 和雷克这个事情还不一样 雷克事情纯粹是胁迫 就是你作为幻儿的母亲 你不从他手里拿钱 你自己的儿子就得死掉 这简直是丧尽天良的事情 更可笑的是 这两个人的称号 都有中国好人的称号 而且他两个还都做慈善 这还真是 都掌握着慈善基金会 慈善基金会 对 这种事情就是 让我想起来 我对事情的一些判断 就是比方说这个某个机构 评选某个人 尤其是在道德上肯定这人 你比方说道德表明 道德开末 好人的什么的 我本能的就怀疑 为什么呢 如果说这个评比 它是民主的老百姓评比 我们可以相信 大多数人眼睛是血量 都看得着 那么你由一个机构 来掌握这权力 我由此讲 谁来监督这个机构呢 那这个机构会不会作弊呢 这是我第一个不相信 第二个 这个名誉呢 它容易给当事人带来好处 就是他获得了这个荣誉成功之后 或者升官啊 或者掌握更大的权力 他由此就进了一个台阶 那么有这么大利益好处的时候 这个人是不是会隐藏自己的一些东西 你看在封建社会也有嘛 举校联的这样的好事 总会出现作弊情况 因为接下来就升官就发财嘛 那么这些事情一连串 挪到一块 那么最终评选出这个人 是不是真的道德开末 是不是真的中国好人 这个事就很难说了 而且我分析这个事 我经历过好多这样的事 首先一个就是说你呢 这个事情有好处 那么你容易隐藏自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人有可能 他和我们认为那种 心态平和均衡的好人不一样 因为我们有时候评比呢 往往说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 而这个真凭实据有时候 是超出正常人所作所为范围内的 我给大伙举几个例子吧 我认为有的评选的道德标兵 如果这个人在你生活当中 是你的亲戚 是你的朋友 是你的上司 是你的同事 你会受不了他 因为他不是个正常的人 我举几个例子 北京原来有一个模范 做饭有一段时间要求公交这些人 早上都跟你一样来 身边就骂呀 就说这人真缺德 你能做到我们做不到 我们也是合格的 并不是说我们做不到这个就犯法吗 这是第一类 就你认为他不正常 他对别人的要求不正常 就你可以高尚 我做不到高尚 我认为你行 但是你不能逼着我去高尚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自在 在不违法情况下做自己的自由 还有第二个人 这个人在这个辽宁 是谁我也不想说 这个好人是什么样的 只要赚了一点钱 就马上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而他自己家 他老婆有病 他孩子上学困难 他不管 我说中国古代讲 老不老以及人之老 幼又以及人之幼 你都不关心自己的孩子和老人 你去关心别的孩子和老人 我就怀疑你这个动机 是不是为了高尚而高尚呢 那为了高尚而高尚 这就有问题了 他甚至只要赚一点钱 马上就给别人 我俩有一次同场 人家给他一点劳务费 我马上我说 我说老师 你这钱准备给谁呀 说完这一无人都笑 大家心里都明白 我们认可这样的好人好事 但是这种好人好事 发生在你自己身边 你恐怕不会从一个正常角度去衡量 所以这点我就说 我们认为的一些标兵的模范的 他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模范 这都很难说